《神秘之》第三節的主題是《波士頓大屠殺》 《逃亡的逃》 剛才第二節我們問到一個問題 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已經花了很大的努力 為什麼還不能將一些很大殺傷力的恐怖事件防返於微然呢 你想想跟911計算到現在是經歷了十多年 這個你就會有一個疑問的問題 講這個題目和神秘之下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這個就呼應了何國第一節問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凡這些事情出現的時候 這麼多陰謀論 大家就會有這麼多陰謀論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 如果大家聽美國政府的訊息 或者你相信他的說法 你就會說他是很努力去防止事情發生 但是這些事情又不斷發生 你跟著回來就可以問 是不是你自己有這麼故意去導致 於是在網上第一個出現的所謂的偵謀論 陰謀論就叫做Black Flag Operation 這個其實在網上我現在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說其實具體的說法 就是等於美國某些勢力自編自導自演 這次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 這個不是我們三方八糟的 我們所謂不是三方八糟的 意思是說 這些言論在美國自己本土是出現的 沒錯 不是我們可以作出來的 甚至也不是中國有些人去說 而美國人去相信 而是就算你中國不說 我們不說 在美國已經有人說了 是 導致這個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歷來都政府 美國政府給了一個假象我們 就是他很努力去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因為聽了他說之後 你仍然看到這些事情發生 於是乎你就會有一個懷疑 就是究竟這些事情 是不是好像美國政府所說的 這個情況呢 剛才我也嘗試解釋 就是等於說 為什麼有人質疑 為什麼炸來炸去 都是炸東岸 為什麼不搞西岸 有個可能性 我們應該可以聽一些記錄 美國有幾次都很高調 我們剛剛平息了一次的恐怖襲擊 其實真的可能 美國每天都受到這些挑戰 因為它太多仇厚 甚至乎它的復原太廣了 甚至乎它太自由了 不表現上了 所以變成人種太多了 所以變成其實它的危機 可能是無處不在 甚至乎每分每秒都在面對著 只不過就是 可能真的有很多 它是防範於未然搞定了 但有些真的防不勝防之下 終於出了事 如果你在YouTube裡找到一些 談及這個講法的一些片段 文字也有 我們不多說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 首先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要問一件事 美國正在911之後 究竟投入了多少資源 可以做些什麼 去反恐 這是在去年4月 一年4月的一本雜誌叫《WIRED》 這是一個美國很有名的雜誌 這期的封面 封面故事是說什麼呢 就是在美國猶他州 有一個生起的 接近一個科目的地方 建立了一個很大的資料中心 這個資料中心是做什麼呢 這個資料中心叫做《UTA Data Center》 就是把所有美國其中一個情報搜集的中心 叫做《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設定和收集的資料 把它集中放在一個地方 是做什麼呢 做分析、研究還是怎樣 所有事情都做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就是破解密碼 你知道現在我們在網上 我們所有的通訊 是經過一個密碼的 就是密碼的密碼 舉個例子 譬如我發了電郵給你 我的電郵 不是可以在街上 隨便寫我的密碼 我只要打一個密碼 即是說自己的名字 打一個密碼 這個密碼其實就是 一個保證到 其他人不會用到你的信箱 的電郵的一個方法 但大家知道 這個密碼很容易破解 是的 已經有大量的軟件 可以做到 這個NSA的組織 其實它在1991之後 就是一個授權 就是可以把所有美國人的通訊 全部把它洩聽 這個是美國人自己都會吵的 那你就會問 那外國人怎樣呢 外國人就不需要有法例 外國人從來都可以做的 現在在反恐的情況之下 什麼都可以 你個人的 總之他很容易開放 這個就不是 我估計就不是反恐的問題 這個從來 美國人都有興趣 想做這件事 很不幸地 我們現在所有用的通訊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美國公司 是 我們看Google 即是我們用的Google 我們收到什麼電郵 就是 你… 我是用Gmail而已 但我也有一個163 你用163 那更糟了 那沒辦法 一定是給Linster 我試過在內地開不了Gmail的帳戶 試過那幾天在杭州 很有問題的 逼著一定要開的163 沒辦法 剛才呼應台長 你的所謂密碼 不僅是你登入的密碼 大家現在知道 如果你發一個電郵 它不是一隻字一隻字 這樣發出去的 電腦裡面是010101 根本其實它是把你的電郵 加上attachment裡面 全部化整為零 拆散到很多細份 它用它自己的傳輸網絡 哪裏剛剛有空位 就跟到哪裏走 即是它化整為零 之後可能化成一萬份 然後去到收割一點 將那一萬份 變成一個整體 這個術語 在電子通訊裡面 叫package switching 但這個不要緊 總之一件事就是 儘管我們說 現在中國的黑客技術很厲害 但我想都未追到美國 因為美國那個是什麼呢 它是有一個 一個野心 就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嘩 即是說 所有的資訊 所有全世界 在網上的資訊 它是有這樣的力量 有這樣的知識 有這樣的技術的能力 是把它全部收集上來 這個收集的過程 第一件事就是 要有破解密碼的能力 這個其實裡面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 Data Collection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超級電腦 能夠希望把所有世界上最難破解的密碼都破解到 只是什麼希望 這個地方的運作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今年的十月 即是三年 它寫的時候說是今年的十月 但當然有可能是要延遲 又或者有可能因為這個事件之後要提早 但現在還有一個解釋 當如果連這個都運作的時候 美國就有可能把所有的恐怖襲擊 防範於美然 但這個更加呼應了1984裡面的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他未必真的想做一個反空的事 最重要的是 他想要全部的編排是我可以控制得到 這個反而是一個最擔心的問題 最近我想何故你可以說一下 東野歸吾的DNA DNA的白金數據還是什麼 白金數據 對 香港快要做的 對 香港五月頭會上的 對 它的故事裡面 略略說整個日本的警方都在做一個很巨型的電腦 而且他們暗示說這個電腦做了之後 是有人想將它扔給美國 是 這個電腦裡面可以配合很多整個城市 全國裡面的天眼和閉路電視 它可以即時利用DNA的系統 翻查的系統 即時可以找到一些 譬如一個空案 它要立即去查 以後有些人不需要愛勤 它是在一個實驗室裡面 或者資料室裡面 立即傳出DNA給它 它立即破解之後 找到一個疑空 大概是誰 然後即時用天眼去捕捉整個城市 去捕捉它現在在哪裡 那個系統裡面 雖然是一個幻想的小說 對你的故事 但是它裡面很細節地告訴你 就是說 現在的科技 不是未來 是近期的科技 已經有很多程式 告訴你 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我想剛才你說的 已經不是一個科幻小說 這個在2013年已經發生了 是 我想這次事件 例如剛才那兩兄弟的追查 必然是用不到相關的技術 又天眼 又閉路一定是用完的 現在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不要說天眼 你在YouTube看這次爆炸事件 是 已經不是當年那樣殺金賴迪那隻 你要等很多年 現在你是在多角度傳播 即時 這個就是一個普通人的 手機都可以拍到的資訊 所以防範恐怖襲擊是困難的 但是去破解追查恐怖襲擊的經手人 我估計是相對容易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其實這個道高的赤魔哥的一像之下 其實紀圖 剛才拋的問題出來 會不會有多幾條他預先做定的 MISS INFORMATION的假象片 而去誤導你們 甚至乎他可能舉例 找到兩個替死鬼 令到真空可以逍遙法外 你剛才說的那些 例如Twitter或Facebook 會不會是 所以怎樣看 其實台長不斷說 那兩個暫時的疑空 可能他算是Random 用你的詞語叫Random 其實他也是一個組織的最前線 一個被犧牲的對象也不奇怪 所以其實我們找到他的所有在Facebook裡面的資料 有多少成是真的 有很多其實根本就是在他可能反過來 在他出事或甚至行動之前 一秒之間按一下制就可以全部改寫了 甚至乎可能之前用了一年時間 刻意隱藏身份 去認識一些不同的人 連誤導視線也不奇怪 這個大家當時曾經做過 明明他們的宗教信仰是要留宿的 是呀 但在當時是實在宿 所以那個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但如果說到極端 是變成Philip K. Dick的小書裡面的橋段 是 但是我想 現在 他都是Record那種 是呀 現在發展的情況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就是 你在網上的資料 你第一個看到之後 首先你的態度是傳移 就算不要管New York Times 或CNN 你保留一個懷疑態度 但問題就是 我一直強調 如果你把相關資料作比較的時候 你如果有一個適當的推理能力 一個充分的推理能力 其實你應該是掌握到大事情的方向 舉現在這個例子為例 你可以有幾個問題去問 第一件事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放毒氣 即是你跟奧姆真理教的比較 如果回答你所謂的組織問題 奧姆真理教那個 真的有 在沙林毒氣 這是一個低能力的攻擊 但是很不幸這個低能力的攻擊 涉及到組織不組織的問題 如果你從這個組織技術層面來說 即是技術背後的層面 其實要做到這個效果 已經不需要強力的技術背後 所以強力的技術背後 當然你記得奧姆真理教 是要派人到全世界 包括去黑羅地亞 去取材 去取材 那些推銷員 其實在某程度上 可能借鏡奧姆真理教上次的毒氣事件 其實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問題就是 組織不僅是技術層面 即是你要操控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 其實已經不需要這件事 已經不需要說 何姑 我來聘用你 你做這件事 然後純粹 舉回剛才網上的例子 你甚至今時間 你可以透過網上的宣傳 不需要直接見面 是啊 也有事 要有人做 你先不要避免這個問題 你只是手段上不同了 是虛擬了 背後也有大哥 不需要大哥 也有一個人發課資訊 這個就是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我們去年說過Anonymous 到尾都不知道有誰 你不知道 是你未知 這個問題 台長你不可以這麼快做結論 其實可能它裏面有七人 好像這個獨戰裏面 有七人小組 都有人去做這些決定 觀眾很多都沒看過獨戰 不是的 我看過 重點就是 我會覺得 組織的意思是什麼呢 有行動的 有決策的 OK 就算你不是有一個 真是醉龍頭大哥 都有一群人在那裡 都有人禁制 甚至乎 可能就算不是禁制 是他給暗號出來 或者你給別人覺得這個是時機 都要有人去做這些崗位 剛才你問過問題 可能在《Breaking News》上有些答案 這個疑犯在波士頓 不是這個疑犯的叔叔 呼籲他的小侄 他的侄現在向警方自首 因為他的行為 已經令他的家庭受辱 我們也不敢肯定 這是真還是假的 這是告訴大家 是 換言之 其實他譬如家庭 他自己直接的親屬 未必知道他在做這件事 很多都是不知道的 情況就是 就算你用到《Anonymous》的個案 他自己有一股熱血 加入一個組織 不奇怪的 但在組織裏面 就算他硬鬆散 沒有制度之下 都會有分工 這個很簡單 回答你 如果用你剛才的論句 換言之 我捉到精神領袖 或者捉到這個領袖 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這個組織的問題 但問題是 現在我們最嚴重的是 是用一雞死一雞命 來做一個比喻 還是根本 我們看到的所有組織 背後還有一個操控 這個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其實只不過 這個就是二十世紀少年 才聽到的 都不是的 這個其實如果去到陰謀論 參加這個 你會做一個結論 原來是美國政府 還是一個更大的 一個龐大的集團 沒有的 我相信去到這些 就不是一個類似 亞爾蓋大區組織 他反而有一點近 例如奧姆真理教一隻 但就不需要去到教主 可以直接去聘用 面對面聘用一些成員 是可以純粹透過 互聯網 非直接的接觸 去影響到其他人 現在就是 有很多人都很擔心 很提及的 就是說 有很多人上網 但在網上 有很多時候 一些字眼 或者一些色彩的配合 它可以達到一種 催眠的效果 催眠的效果 將一些訊息 植入你的腦袋裡 你不知不覺 接著有一個訊息 就好像開啟了 令你再有 在一個 你自己不是很清醒的情況之下 就做了一些事情出來 大家聽上去就好像很新的 其實就不是 因為我們多年 我們講過MKUltra 就是 懷疑是CIA 不斷在研究的項目 其實就是想做這件事 做到 我可不可以 操控別人的思想 不需要 直接告訴他們 做一件事 給你一點暗示 你就自己去做 而你做完之後 你是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是 你在網上更容易做 很多人都說 你收到視覺和聽覺的訊息 裡面 因為裡面 有一個很大量的加工 這種加工裡面 已經可以從中 有技巧地放下一些潛在的訊息 是 這個已經變成了 不是就這樣一個概念 這麼簡單 是 但也不可以回避一個問題 就是 假設有這麼恐怖的手段 背後究竟是什麼 我們不要用組織 是一些什麼想法的人 要這樣做呢 可能去到最最後 就是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 你一直認為 一定要有一個叫做元兇 但是 在互聯網上 整個過程中 可能有一個人 最初是有一個動機 在那裡 但當他丟出去的時候 已經不斷地去重複 以及不斷地去複製 你那個人 變成了 可能你的訊息 達到了一件很少的事 但是你還在殘留了 這種信號 這種任務 傳給其他人 到了若干時候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 就收到這個訊息 以後就中了 那個叫做 無動機殺人 就是這件事出現 這個 現在這個 錄影 這個YouTube的片段 就是當年 羅浮甘賴町被殺 是 是 事發之後 這位兇手 到現在 都強調他自己 忘記當時發生的事 是 當然 這次事件 和今次 波士頓的事件 是 有些不同 但其中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甘賴迪家族 發跡的地方 其實就是波士頓 這是一個 不幸的巧合 和今次這個事件 現在看到這位兇手 就是 當年 他在1968年6月4日 去暗殺羅伯 甘賴迪的時候 那個片段 大家也看到 當時發生的 暗殺事件 和今天出現 類似的事件 將會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現在你看到片段 基本上 只是掌握到 很少很少的訊息 很多人都看到 這段片段 斷斷斷斷 但今天 如果你看到波士頓 是全部 多角度 多方位 全部 全部看得清清楚 有秘註 有圓圈 而且那個速度 是數以日計 即是說 事情發展的 大概幾個小時之後 一日之後 兩日之後 三日之後 一個星期以來 我們基本上 可以掌握大量的資料 但是當年 1968年 你要看回這些資料 非要等到幾年之後 才看到這個效果 幾年之後都未必看到 而且可能是少數人才看到 或者是剪輯過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時代的分別 不同的 其實說到這次事件 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性出現的是什麼呢 就是 盡工奧巴馬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他猶疑了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才出來見記者 這個不是他見記者 純粹見記者 是他如何把這個事件定性的問題 那天我回到公司 第一件事就是 我問我的職員 是不是恐怖襲擊 他不敢說 職員說 多數是 不過奧巴馬還沒說 我就很奇怪 我們憑一個常識 我們看到這個片段 我們都很肯定 這是恐怖襲擊 但是他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有推測 他不敢肯定是美國境外的人去策劃 他曾經懷疑過是本土 好像你所說的 就是波士頓 是不是極右組織去做事呢 加上他是一個民主黨的總統 這些事情 他說以前應該是共和黨年代才發生 突然變成民主黨的年代才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是沒有分的 問題就是 你遇到這些事件之後 你用一個什麼反應的方式 譬如共和黨很簡單 拿槍出來動人 無論你誰是元兇都好 他已經陳了簡領 他已經想打 先打了 民主黨可能有點猶疑 這是暫時看到的 但是當然你比較僅僅一點 你看到他遲擁了一件事 就是 始終美國政壇裡面遊說的力量 軍火箱是少不免的 這次的事件 其實大家可能首先會描到一個結論 就是類似這些設定 或者監視系統 這些系統 只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厲害 而且越來越拿到很多經費去發展 是的 就是越來越拿到一個理由去做這些事情 很不幸地 美國政府做這些事情 就不只是影響自己本國的人民 而最吊詭的是 本國的人民一旦有權力受到什麼侵犯的時候 他可以掃出政治的壓力 甚至是稿上法律 但是在美國以外 這樣就大件事 掃出軍力 舉個例子 掃出軍力 你做了你都不知道 譬如我們自己的電郵 我經常有一個懷疑 是否有相關的政治力量可以看到 誰知道農民新的少女也看到你的電郵 真的看不看你的意思 真的看不看 其實這個在美國以外的人 基本上是沒有能力去對抗的 即是訴訟的也沒有 如果你從良好的願望 你可以說一件事 他當然不會看我們的電郵 他想看的就是 例如習近平和我 習近平和金正恩聊天的時候聊什麼 這個從良好的願望去看 但如果從良好的願望 他是增加了他對全世界的 某些資源分配 或者某些政治力量對比的控制 這是最踏實的 也是一句 Big Buddha is watching you 很視乎他拿了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在做什麼 但其實這些資訊等於是毒品 即是當一旦你有控制的能力 無論他能否做到的事 他必然有一個增加動力 去拿資訊的動機 越拿越多 但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看這些資訊的數量 只有這麼多 基本上你已經想不到它是一個消化方法 因為現在去到的數量是怎麼計算的呢 就是10 to the power 24 那個Bike 是的 尤其是現在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拿了這麼多資訊之後 你看不看 或者你怎麼消化呢 要殺你很多時間 這個就需要人形軟件 譚劍出場了 我就是講專家 就是講這種專家 就是譚劍的人形軟件 因為現在這個報道 如果在裡面說得對的話 看這些資訊的已經不是人 是透過電腦的專家 再去看裡面有些什麼 就是人形軟件 你擺放了關鍵字 擺放了什麼需要留意的事項 立即做一下搜尋去 你如果從輕微出來說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去看 究竟你掌握到世界真相是怎樣 如果你從不善良的角度去看 就是當這些軟件寫錯了 或者寫得不對的時候 稍微偏尾 那會有什麼效果呢 我就不知道 這個就是 回去簡單說 扔了這麼多錢進去 做什麼出來呢 去防範這件事 就算有了這個也好 也防範不了 是否達到你的防範的目的呢 因為資訊已經多過人力可以消化 平常一句老土的說話 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 不是 最差勁是魔 你不知道是什麼 魔不是高了 是道高的方向是錯了 就是說 你有一個盲目的信念 就是越多資訊 你就越容易掌握世界 其實這個是錯的 這個紀錄清楚 越多資訊不等於你越多智慧 是啊 你一定要有一個方式 知道你要接收什麼資訊 不需要多 是準確的 但是很不幸 整個美國政府 對自己是世界的角色 是不太清楚 越來越不清楚 很模糊 究竟你是世界警察 還是世界陀地 還是世界的 譚判專家 你譚判專家已經死了 這個角色 其實美國人自己是不斷在 在猶豫 在猶豫 不一定不知道 而是不肯定自己應該做什麼 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北韓這個案子 如果北韓的地理位置 在中東就打了狗勢 因為他要愛那個地方 是石油 但是 因為他是在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即是亞洲的東北地方 一個不是戰略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一個不小心被他有了核彈 有了核彈之後 你又覺得有點猶豫 他打他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放核彈出來 還有隔壁的中國 他又跟著再做多些核彈 那就更加不用打 因為你打他的時候 一定很糟糕 這個就是 你自己的角色 還沒清楚的問題 如果你角色很清楚 就是打與不打之間 其實空間就很小 就不會那麼大 第一 清楚不清楚的問題 第二 他在涵量自己的能力問題 對 行力能力的問題 但是 這個能力始終是 建基於浮沙上面 不要說全世界 你自己的地方 好像看到 波士頓都這樣 到尾的結論就是 神秘之夜的結論就是 低技術 是永遠贏高技術的 這個很映像我們香港以前 一個廠家經常說的 就是 高技術就是高技術 低技術就是低技術 是要跟進的 可能我們今天說的 我們下一個星期 全部要收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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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